两年没怀孕遭酸吴奇龙不能生育。刘诗诗隐瞒多年终于说出口老公含泪喊,我不怪奶。 与刘诗诗吴奇龙来说,虽然说年龄上相差了17岁,但这对老夫少妻的恩爱程度却一点都不亚于普通夫妻,不管到哪,吴奇龙总是陪伴在刘诗诗身边,机场秀恩爱,舞台眉目传情,似乎都在向往传递一种信息,刘诗诗就是最好的。 当年,刘诗诗与吴奇龙合作穿越宫廷剧步步惊心,这部作品不仅给观众带来一定的观影享受,剧中还描述了一位专情的皇帝。 正是因为这部作品,让刘诗诗和吴奇龙两人越走越近,从荧幕情侣一路走到现实中的夫妻。 很是让人羡慕。 知诗两人的年龄差距,一直都是大家议论纷纷地诟病。 就比如说吴奇龙在上大学的时候,刘诗诗还在上幼儿园。 纵然大家对这段感情不看好,但还是未能阻止两人相爱的步伐。 步入婚姻殿堂以来,如今已经结婚两年了,而吴奇龙也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有多疼爱刘诗诗。 然而,在婚后两年来,可以发现刘诗诗和吴奇龙至今还没有生下仪儿伴女,这是什么一种情况呢? 于是,网友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吴奇龙,毕竟吴奇龙的前妻玛雅叔就说过,吴奇龙是没有生育能力,他不行。 所以,不少人都为刘诗诗捏了把汗,难道事实真如玛雅叔那样? 然而,前段时间刘诗诗接受了采访,被大家追问关于孩子的问题,刘诗诗终于回应表示,外界传言都是假的,主要是自己不想要孩子,而且吴奇龙对自己很迁就和爱护,所以才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。 一句话表明,并非吴奇龙不行,而是自己的问题。 其实,作为圈里的花旦小花和一线男星,夫妻俩经常是聚少礼多,所以只能事业优先,至于孩子,就只能暂时搁浅了。 就比如谢那张结一样,结婚七年才生下双胞胎。 刘诗诗诗之所以称是自己愿意,主要还是不让老公被议论,而吴奇龙表示,不怪你。 从这事也可以看出,吴奇龙真是个好男人,为了妻子不受他人的质疑,甘愿自己一人受罪。 刘诗诗诗现在还是人气女星,如果生孩子势必是让她事业有所下滑,而为了孩子以后能够更好的生活,只能自己先辛苦一下。 如今的刘诗诗优雅大方,依旧保持着傲人深姿。 从结婚以来,刘诗诗的性格也有了很大变化,不再是那个冰山美人,而是变得十分的开朗。 她也说我目前这样的状态也挺好的,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 都说爱一个人,眼神是不会撒谎的。 每当吴奇龙看到心仪的刘诗诗时,眼里总是充满宠溺的眼神,光这眼神就可以秒杀无数人。 不管怎样,还是希望刘诗诗和吴奇龙能够尽快生下自己的孩子,祝福。 参考来源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